日本的疫情持续升温 各地口罩严重不足 有网友在脸书贴文 许多在日本的朋友说 有不少印有Made in Taiwan刚印的口罩 其实是大陆制的 而且可能不是医疗等级用的口罩 要在日本的民众留心 对于假冒NIT口罩事件 经济部次长王美花说 还要进一步了解 从网友脸书分享的照片 可以看到有日本店家写着 台湾制部制部口罩 50片一包日币2900 口罩上还印着Made in Taiwan 下方有人留言说 贩售者刻意附上检验证明文件 但发行证明的地点在深圳 证实这些口罩 其实是中国大陆制造的